现如今娱乐圈内好男人如树珍宝,就算是在平常人的家庭中,也不乏出轨、家暴等事情的存在,遇到一个好男人是女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,实属不易。 比如说陈小春,人帅,有型,对儿子老婆又好,简直就是完美男人,但今天讲的这位,虽然没有帅气的外表,但是对老婆十分宠爱,她就是很多人心的男神黄渤,74年出生在青岛的黄渤,讲着一口流利的青岛话,06年参演宁号导演的《疯狂的石头》一套走红, 2009年凭借斗牛获得台湾鸡马奖最佳男主角,剧中塌啦塌塌的形象,让不少观众心中都落下,瞅着黄渤的形象。 黄渤虽然外表并不帅气,但是他的才华和高智商,受到了圈内许多女演员的追捕,其中就不妨我们的真灵姐姐。 但是黄渤却没有接受一票美女的施爱,一直陪伴糟糠之妻24年,黄渤在很早的时候就与现任妻子小欧在一起了,说起两人的爱情可追溯到学生时代。 黄渤当时能歌善舞,很招女生喜欢,小欧当时也同样喜爱舞蹈,两人便组成了一个组合,每天一起练舞,两人日久生情,慢慢的走在了一起。 这一面就是13年,两人于2007年,终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婚后第四年妻子为黄渤带下了两个宝宝,黄渤说老婆就是自己的公主,她想要干什么自己,都会尽量的去满足她。 妻子小欧并不漂亮,长相在普通人中可能,都不算上游,更不能说和黄渤周围的女星相起并论了。 如今黄渤已经身家亿万,却并没有嫌弃妻子,她说,有没有永恒的爱情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有永恒的感情,到最后就是亲情,这才是最可靠的感情。 可能这就是男神吧。 感谢观看